作者花来席发文提到两位在文革时期被迫害的共党领导人 这两位在中共国权高最大 很能说明问题 一位是贺隆 另外一位是罗瑞卿 先说说贺隆 贺隆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 曾经担任军委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在文革中贺隆被诬陷为准备推动二月兵变而被打倒 与贺隆有着42年友情的周恩来 是贺隆专案组的负责人 落实对贺隆的隔离审查 签署了对贺隆的逮捕令 贺隆惨遭迫害 身患重病 专案组要求对他三段治疗 也就是断水断粮断药 1969年6月9号 为了促使他立即死亡 患有严重糖尿病已经奄奄一息的贺隆 被输入大量葡萄糖后铲死 死后遗体被偷偷的火化 周恩来与贺隆从1927年南昌暴动中相似 中共南昌暴动由周恩来策划 贺隆是暴动的总指挥 他所管辖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是暴动部队的主力 之后周恩来引荷隆入党 贺与毛的关系一直不错 毛非常喜欢他 信任他 他也敬佩毛 对毛言听计从 毛泽东在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的江西三湾村枕边残余部队时说 贺隆两把菜刀起家 现在当军长 带出了一个军 我们现在有了两个营的兵力 还怕干不起来吗 两把菜刀闹革命 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捧为榜样故事 说的是贺隆少年时用两把菜刀砍死了湖南商职八毛西严税局警队长的往事 是他走上革命的导火线 这个故事被毛在后来对红军教育中经常作为例子 可见毛对贺的喜爱 国民军井冈山五次剿匪后 贺隆与毛长征逃难 一直战斗到1949年 中共夺取民国大陆政权后 他仍旧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作为党的领导人 1956年八大 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他和周恩来已经成为默逆之交 那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文革时 为什么一定要迫害死贺隆呢 原因是1962年7000人大会之后 毛泽东开始对刘少奇等人不满 后来在世青运动时 与刘少奇撕破了脸 他有了除掉刘少奇等人的念头 林彪揣摩到毛的心思 在军队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总参谋长罗瑞卿 不在乎林彪这一套 不参与不配合 毛要发动文革 必然先要拔掉罗瑞卿这面白旗 贺隆和罗瑞卿共事多年 关系良好 要打倒罗瑞卿 贺隆自然有不同的看法 要替罗说话 再说文革发动之初 贺隆对老领导老干部 无限上纲编织罪名的做法 无法无据的批判 表示不满 现在这种搞法 有点像党内搞清理阶级队伍 难道这些老干部 为革命工作了多半辈子 他们是什么阶级还不清楚吗 这是贺隆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1965年12月8号 毛泽东在上海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对罗瑞卿进行了突然袭击 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 诬陷罗瑞卿篡权反党 将其踢出中央军委 但是刘少奇、贺隆和罗瑞卿等人 会前都不知道会议内容与议题 可见毛泽东当时对贺隆已经有戒心了 失去了往日的信任 贺隆跟随周恩来多年 学会了隐忍不发 打罗不积极 引起毛泽东对他的疑虑 而周恩来很惧怕毛泽东 对毛泽东唯唯诺诺 言听计从 有传闻说周恩来的同信念证据 被毛抓着 随着文革深入发展 毛泽东抛出炮打司令部 打倒刘少奇等人 引起中共老帅和老干部的议论和不满 毛知道其他人掀不起大浪 唯独对贺隆这个草莽英雄不放心 两把菜刀反过来劈 那是四肢发达 大脑简单的人可能做出来的 以前的荣耀菜刀 现在成了屠刀累赘 毛真怕他土匪脾气上来后会造反 因为贺隆在军中有势力 毛也没有他的什么把柄 公开打倒他不行 不如跟他玩音的 让他神秘消失 然后将不被信任的军队干部 通通株联一网打尽 扫除军中阻力与障碍 1966年8月 林彪指使吴法宪 时任空军司令员 写贺隆插手空军党委的材料 这个时候贺隆的职务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军委副主席 可是吴法宪依照林彪的旨意 写了贺隆参加空军党委11次会议 有夺权活动 说贺隆是一条黑线 在指挥空军党委会 林彪是一条红线 在指挥空军党委会 材料经吴法宪同某政委签名后 于同年9月3号报送林彪 林彪批转后报送党中央 也是在1966年8月 叶群把捏造贺隆的材料 当面口售给中央军委办公厅 警卫处处长厅 指使他写诬陷贺隆的材料 并对他说 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 不要以我指示你的口气写 同年的9月10月 他先后把写的 纯属捏造的四份诬陷贺隆的材料 送给林彪 然后林彪签发转报党中央 这些诬陷材料的内容 真的是荒唐可笑 不过是一种无稽之谈罢了 例如贺隆同彭真 罗瑞钦 陆定一 杨尚昆等反党分子 经常集会进行密谈 贺隆亲自保存一支精致的手枪 晚上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 他外出时带在身上等等 1966年夏天 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 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 诬陷贺隆和彭真 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 实际情况是1966年2月 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 调了一个团的部队给北京 卫戍区加强民兵训练等任务 他们因为缺乏营防 想派部队到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等校联系临时戒房 后来经过研究没有戒 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有人就写了一张 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 这是被康生所利用 到处三风点火 制造二月兵变的谣言 林彪对此也加以利用 对贺隆诬陷害 12月红卫兵杀进贺隆家中 揪下他的领章冒灰 抄他的文件书籍 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 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 在这种情况下 周恩来代表中共组织出面 建议贺隆暂停工作 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 不料红卫兵造反派紧跟而来 扬言说要斗贺隆 贺隆的妻子薛明 吓得三次向周恩来告急 周只好硬着头皮 把贺隆暂时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这个期间周恩来接力避免 谈论贺隆本人的问题 周的这种回避态度 让贺隆感到相当失望和伤心 没想到周前脚刚接待贺隆 后脚自己马上来告诉了贺隆 对毛的抱怨 于是毛便叫林彪出面 对贺隆作点是 林彪马上心领神会 但是二月兵变确实没有什么证据 和现实的后果 因此还从倒查33年的历史上去找 1968年5月 康生说 由贺隆的历史上的投敌叛变 联想到贺隆现行反革命活动 绝不会没有 可以由历史这个词 到现实的这个比 因而林彪一伙就策划了贺隆 在1933年通敌叛变的事 有关这件事情的实际情况是 1933年 蒋介石派遣重兵围剿 乡二西红色根据地和红三军 另外一方面又派贺隆的旧乡士 熊贡亲对贺隆游说 贺隆把熊贡亲来游说的事 报告了中共乡二西中央分局 请示分局批准杀掉熊贡亲 中央分局表示同意 熊贡亲来到后 贺隆了解一些国军情况之后 将熊贡亲杀掉了 这件事在中央档案馆有案可查 周恩来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然最清楚 不料周恩来不但没有出面 为贺隆成亲 而且还添油加醋 感谢您好